李先生从油车换成电动机车 大约四年时间 骑电动机车对他来说很符合需求 电动车非常的环保 然后它的噪音也比较低 然后现在政府针对GoGo 像这种电动机车 它有补助的方案 然后像台北市的林亭的机车格 它也是免费的 从价格来看 一般小资组还可以接受 充电方便性这几年也大幅提升 其实它现在陆陆续续都有在盖 那个换电站 所以其实我们就像手机的APP 它也会直接帮你导引到 最近的一个电子充电站 它会自己给你两颗充饱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会飞出来 来到电动机车门市 电源仔细向民众介绍车款 它这边有一个案子 要从油车转向电动机车 民众也经过一番挣扎 之前骑的都是传统机车 对所以传统机车感觉 相较之下感觉好像比较 可以比较长程 以前会担心的 现在能被解决 降低进入门槛 电动机车品牌和日系品牌联名 推出文新峰电动机车 在线话题 品牌强强联手市场讨论度高 买气跟着升温 业者对电动机车的市场前景 持乐观态度 然而实际上的数字体现出来的是 电动机车今年的销售量 似乎有些吃力 今年前七个月 机车挂牌总数达到43.11万台 跟去年相比人有小幅的成长 单就电动机车来看 电动机车品牌在今年七月的销量 比六月还要下滑百分之十一点二 更比去年同期还要下降百分之二十点八 让外界不禁好奇 难道电动机车在台湾的销量 有在走下坡的趋势吗 机车挂牌总数 前三大业者依序是三洋 16.69万台 年增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光阳11.4万台 年增百分之一点七九 台湾山业七点六八万台 年减百分之二点七八 哥哥肉销售二点九三万台 市占百分之六点八 经济景气不明朗 让消费者在购买价位较高的 电动机车上所守 过去几年其实哥哥一直努力 把这个整个价格带 可以扩充得更完整一点 所以我想业者自己在努力的 就是在机种选择上面 有更完整的产品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在转型的过程中 大家要对这个换电有信心 那我们已经持续盖 这个能源换电站超过2500座 那在里面投入超过 100万克的电池 跟投入超过150亿的资金 机车的消费族群 以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主力 但疫情趋缓 国门解封后 这群人把预算优先拿来旅游 或是吃喝玩乐 也是电动机车销量下滑的原因 考量口袋深度 就算要买电动机车 也是选择便宜车款 导致高阶车款卖不动 电池续航力 资费不便宜 养车费用高 也是考量的点 最近这两年 刚好因为像三阳 他们在努力推油车的市占运这一块 所以出了很多新车 那换车的人就会考虑到说 我这个时刻是买一个功能比较多 然后品质比较稳定的油车 还是说买一个就是电车 来做这样的抉择 所以因为你会发现 是因为油车的成长变多了 然后让电车其实比较趋缓一些 还有一个瓶颈是 该买电动机车的消费者都已经买了 讨论度降低 长鲜期已过 消费者觉得新鲜感没了 国发会喊出运聚电动化战略 设定2030 2035 2040年 电动机车市售比达35% 70%以及100%的目标 有机会实现吗 我自己觉得不太肯 当然这个是政府的目标之一 还有包含所谓现在全球 都在做这种净零碳排的事情 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 他其实在反对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全世界在走电动化的进程中 都是以汽车 甚至是大型的载具巴士 火车等等为先驱 其实机车反而没有看到 减碳当道电动机车是潮流 但也不见得所有消费者都接受 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电动机车产业发展 还需要再推一把 TVBS新闻张志明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